这位让外国网友都竖起大拇指的叫李维奇 在觉察路面即将发生塌陷之后 他仅用了短短四分钟就做好了疏导 放好了路障 避免一场不堪设想灾难 当CNN把这段视频放到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之后 外国网友都惊呆了 怎么这么迅速 怎么这么精准 一时间李维奇的这段视频 点击量超过了340万次 转发超过18000次 外国网友纷纷夸踏实 中国英雄交集 我们统计了一下 这段视频在国内全网的点击量 是超过了570万次 评论也非常地多 我注意到其中评论最多的说是神准 谁神准 说当时的邪秦员李维奇最神准 他判断出了这个地方可能要他 好 我们现在就通过手机视频的方式 和李维奇连线 李维奇你好 你好 这几天大家都评论你们很多 说你们是中国英雄交警 你们成为了网红 你有没有看到这种评论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四个人跟我们都说过 我感觉这种称呼吧 对我们说有点过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限许 都是给我的命令是在路口巡逻 指挥交通 当时我在巡逻当中发现了裂缝 发现了有点凹凸 所以我就报告给了我们的叶队长 叶队长给我的指令是先输导车辆 两边分流 再用蹲日把那个两边围起来 您刚才提到了叶队长 我们也特别想有一个问题 问一下叶队长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好 我们看到 这个李维奇先生 他们也在看我们的节目 好 叶队长你好 你好 据我们了解 当时你们发现了这个地方以后 马上用这个桶把它给圈起来了 但是很多人觉得 你们把他们路挡上了 你们干嘛呀 很多人不理解 那你们又是怎么疏导的呢 当时我们接到李维奇同志的汇报之后 我们马上就是用那个隔离桶 凭借自己的经验 把这个凹陷地方给围起来 同时用身体挡住那个车辆 因为当时驾驶员都在车里面 对路面的判断没有我们准确 所以我们抓紧就是 让这些驾驶员 那个绕行这个区域 好 谢谢叶队长 中国好交警 中国英雄交警 在这儿呢 你们及时地发现了险情 处置了险情 我们要向你们致敬 向你们致敬 为你们点赞 谢谢